临下的好处就是它给你focus,它给你精神 所以你有精神的时候,你就可以专注 可以小孩子补习很贵好不好,是投资了 我就希望他们可以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肠胃 所以他们的头脑会很清醒,可以很容易的吸收 第二呢,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健康 细胞的健康因为当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压力 甚至是我们周围用的这种化学物 其实再加上我们饮食,我们吃什么呢 fast food, processed food,或者是抽烟,喝酒 这种都会伤害我们的细胞组织 破坏了呢,就会造成这种叫free radical free radical就是自由基 宁夏就是很高抗氧化,high antioxidant 它就可以帮你去把这种free radical 就是自由基,在你血液里面的这种自由基 去把它吃掉,把它侵蚀掉 然后就保护你的细胞的健康 因为我们的细胞的健康 如果是爱美的朋友,要保持年轻,要防老的人 就是你的细胞的健康要很重要 然后第三呢,就是它可以补充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营养 矿物质,维他命B,维他命C,维他命E 还有其他的trace minerals 还有它是很高抗氧化的 第一个是什么?精神 给你可以focus,记忆力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细胞的健康 皮肤的健康 如果你要漂亮,你要永远的年轻 就是皮肤的健康,细胞的健康 第三呢,就是补充我们全身的营养 我们全身,我们需要的所有的矿物质营养都在里面 第四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的健康 所以你看哦,这个宁夏是什么? 为什么叫宁夏? 因为宁夏的这个神 的Wolfberry狗鸡子 那它特别就是在全世界那么多的食物 水果植物里面 最高抗氧化的食物竟然是狗鸡子 它比parrot,orange 它比orange,orange是不是很高 维他命C的 它比orange成的那个维他命C 还要高10倍 10倍,你没有听错 它比orange还要高的维他命C 它比胡萝卜的那个b胡萝卜素 还要更高 所以这一个只要你喝一包 你就等于哦 你就等于你吃了1.8kg的carrots 只是一包哦 2oz,2oz就是60ml 1oz是30ml 这一包是60ml 就是一整天一个大人的分量 然后还有什么? 巴黎orange,ok? 巴黎橙 这等于你吃了巴黎橙 还有1kg的那个beet roots 有没有?1kg的beet roots 那个我吃两三片 我觉得很难吃 还有三杯的raspberry 然后两杯的 2 cups of blueberries 蓝莓 然后还有刚才讲到的就是比orange还要多的维他命C 比胡萝卜还要多的那个胡萝卜素 然后还有18种 18种amino acid 就是氨基酸 然后这个华语名字叫氨基酸 我吃着找amino acid 还有6种很身体需要的好的脂肪 还有维他命B1,B2,B6 还有维他命E 就喝着一包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果子 我们喝的那种fruittose 你放那个苹果进去 然后鸡鸡鸡鸡鸡出来 你就其实在喝糖 然后那个fiber你拿里种什么 那个渣 然后你去种花啦 或者虚花丢掉是不是 其实那个fiber很重要 然后我们每次觉得很健康 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喝糖 喝糖 其实我们的身体都把它当成糖 跟我们平时吃的糖 只是比较好的糖而已 还是糖 但是这个呢 它是Puri 就是打烂 有没有构极支 就是打烂 然后其他的水果 全部都是很高抗氧化的水果 都在这一包里面 所以每一次早上 我就会确保 我的每一个孩子都喝一包 在车上就很方便可以喝 尤其是你的生活习惯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个 很好健康的健康餐 吃不够营养 足够营养的食物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找补助品 然后你像我是超级 因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 甚至防腐剂也没有 然后里面还有精油在里面 所以让你的身体很容易吸收 而且精油就是天然的防腐剂 这不是骗人的 而且当你有这个精油在里面的时候 精油也是一个很抗氧化 很高抗氧化的一个 保护我们的细胞的一个分子 再加上呢 我们每一天的生气啦 沮丧啦 荷尔蒙失调啦 这种全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细胞 当细胞被破损破坏了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质 变质呢 所以就会有这种癌症啊瘤啊等等的 再加上我们生活习惯 有些人会很喜欢喝咖啡 有些人会很喜欢喝那种soda drink 或者是抽烟喝酒 其实你做的这种所有的动作 你都在损害自己身体的细胞 对对对你说的对 我们每一天都会组织很多的新的细胞 就好像循环这样 会组织细胞也会代谢细胞 但是如果你每一天吃的食物 早餐你只是吃面包喝咖啡 然后下午只是吃饭吃几条菜 吃面 然后下午时间你也是吃饼干啊 吃零食啦 然后到晚上也是吃饭 所以其实你真正的吃到多少 有营养的食物呢 然后到50岁60岁的时候 你才告诉我 哦糟糕了 这个就是命运 我有这个问题 我有那个问题 我得了癌症 我幽柳 然后你就觉得是 是天意来的 其实不是你真正看到那种会懂得照顾健康 照顾饮食的人 他们的分别就是在于他们 就是在周围的环境 他们是怎么过生活的 他们的心情 他们的食物选择 他们有没有就是滥用咖啡啊 或者是抽烟啊 喝酒啊 等等的这种不好 对身体睡吧不好的食物 所以我很建议你们 就是不要等到那一天后悔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要踏进棺材了 我们才会后悔 我们之前做的事 就算是你有事情了 也不要紧 OK 不是绝路 只要你认识了我 我就会教你怎么的reverse 还是可以从本来你有病 任何的事情 到你可以过比你之前 更精彩 更健康 更青春 更年轻的生活 从哪里做起呢 不只是在你的饮食上 你还要做排毒 然后你要把坏习惯戒掉 然后呢 你要给自己好的 这种有营养的食物 这一包多少钱啊 其实一包 大概算得来是四块多 你想象下哦 你可以去买 Bubble Tea 咖啡 就是好的咖啡 至少也要四五块钱 对不对 有些人甚至我有朋友 是一天要喝三杯 因为要提神 不然的话 有些人更夸张的是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 如果不喝 就会有头痛的问题 其实这种就好像 你已经上瘾了 一个毒品这样 你不吃就不可以 本来这种饮料 或者是咖啡 甚至咖啡 都是给我们去享受的 享受 不是不可以没有它 没有它会死掉 好像吸毒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花这种钱 去一直的去伤害你的身体 那为什么不就花这四块钱 在这一包 然后给你很好的健康 不只是当你照顾你的健康 你照顾好你的孩子的健康 以后他们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因为真的医药费 不只是医药费 自己整个人的心情 还有你家人的幸福 都会被遭殃 都会被影响的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宁夏的价值 而且它很好喝 我每个孩子都很喜欢喝 它不只是刚才我讲的 它也是很高纤维 高纤维的意思 因为刚才我讲的 它炸都在里面 炸没有丢掉 可以整理 我们每次讲的 我们要吃 我们就吃whole food 对不对 但是那个皮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都是完完全全 是organic 是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 然后新鲜 然后就直接把它打成炸 OK 我想用这个炸 那个果子 它叫pure 然后你就是代表 你吃完所有的这种食物 进去你的肚子 whole food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吃的很多 如果你没有洗干净 或者是它们用那种不好的基因 就是gmo genetic modified的基因 所以你看到外面的葡萄 是没有种子的 西瓜也没有种子的 然后就是这种问题 为什么呢 这种都是gmi genetic modified的食物 它们的营养 其实已经减到很低 很低 很低了 OK 所以希望你们会尝试一下 Cony的表情很可爱 很搞笑 是的 给我一天的 Nurse Lily 就是很多的 那个testimonial 她真的是 每一天喝这样 她的脸都会红润的 所以对小孩子来讲呢 30ml够了 但是我的孩子已经是 蛮大了 8岁 10岁 11岁 他们都是喝一整包 然后如果是要减肥的朋友 可以喝到两到三分 就是早上60ml 然后中午60ml 再晚上 晚上可以不要喝 因为超过4点 你喝的话 你就很精神 你睡不到 所以就喝两三次 反而帮助你的新陈代谢 帮助新陈代谢是什么 就可以burn more calories 所以呢 甚至有人是喝了这个 可以减肥 OK 你要不要消化你的脂肪 你要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要瘦 你看我就是太瘦了 我要增肥 好好 拜拜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上线 爱你爱你